人在日本,体验了一次传说中的人妻影 事后我痛哭流涕,我知道老公再也没有办法令我满意了 看到我意犹未尽,老公笑着说带我去体验一次更刺激的人妻沙发 进入神秘房间之后,我才知道是六个肌肉发达的壮汉组成了一张沙发 此时,我想逃,却发现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欢迎来到威尼讲故事,我是主播威尼 我叫秦思思,是一名刚结婚不久的美少妇 婚前,我跟老公的生活过得还算愉快 但是婚后两三个月,我们的矛盾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尤其是那方面的生活,我们两个人彼此对对方都不满意 以至于争吵也变得多了起来 一次酒后,当我想要亲热的时候,却发现老公根本不行 结果我就失望地抱怨了句,说老公不行 老公刘浩听完,当即也怒了,直接扇了我一个耳光 那是老公第一次打我,那次之后,我们冷战了一个多星期 期间一句话也没有说 后来,看到老公每次回来,还要不停地加班 忙着各种策划书,各种文案 我意识到,可能是老公刘浩最近确实是太累了 所以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我主动给老公道歉了 没想到老公刘浩听到我道歉,他也很愧疚 结果他红着眼睛反过来给我道歉 老公还说,他看到我每天下班回来 不光要做饭忙各种家务,有时候还要忙工作 看着我那么忙觉得我太辛苦了 到时候,给我准备一把神秘的人气饮 那把椅子是他托国外的朋友购买后快递回来的 收到那把椅子的时候,看到椅子的造型 我当即羞红了脸,觉得椅子的造型设计得太另类了 老公则笑着说,让我坐上去试试 只要坐上去,整个人就会轻松舒服很多 还说,不光干活不累,而且还可以辅助按摩,帮助缓解疲劳 我有些矜持地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 刚坐上去,就发现这把椅子真的太舒服了 感觉完全就是为女性设计的 完全贴合了女性的身体构造 老公看到我坐在椅子上面一副享受的样子 他笑着走了过来说着 思思,这把椅子现在还不是定制的 如果是专门定制的椅子,加入了另外一种特殊功能 会让你更加满意的 另外一种特殊功能? 听到这话,我半懂非懂 是啊,不过那种椅子必须要量身定制 这样吧,公司安排我下周去日本出差 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然后定制一把 老公笑着说,然后很神秘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之后就进去卧室去睡觉去了 老公的这番话让我意犹未尽 第二天,我偷偷上网查了一下 不过大部分帖子,说日本制造的这种人妻椅 目的是为了女性更好的工作和休息用的 但是,当我突然在一个论坛里面 看到了一条关于人妻椅的另类帖子 我瞬间羞红了脸 我猜想老公说的特殊的功能 应该就是这个帖子里面这个人说的这个吧 大概是最近太累了 加上跟老公生活不愉快 所以我竟然偷偷有些期待了起来 周末下午,老公就带着我前往机场 准备前往日本 他说他周一在那边有个重要的会议 下了飞机,吃过晚饭后 老公看了看时间,便笑着说 带我去那家神秘的科技公司 去了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是一家级研发设计售卖的公司 包括各种智能家具,智能用具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智能产品 都是为人类服务的 当然最受欢迎的是一款叫做人妻椅的椅子 我看了一下那把展示用的 做工的确比老公之前买的那把椅子精致不少 当然价格也贵了不少 秦小姐,这边请 现在我们需要采集一下你全身的数据 然后马上为你量身定制一款最最适合你的人妻椅 很快,一位美女导购员池田小姐在老公的要求下 给我介绍了起来,原来老公早就预约好了 老公立即对我笑着示意了一下 随后,我就紧张并且有些期待地跟着这位美女导购员 进入了里面的一间数据采集室 秦小姐,您现在需要把衣服脱了 我们除了采集您的三位数据之外 全身每个地方的数据我们都会采集的 您看可以吗? 美女导购员池田小姐很耐心 笑容很甜美地解释道 尽管我有些羞涩 但是我还是同意了她的建议 为了不那么尴尬 在她的建议之下 我戴上了一副眼罩 采集完全身所有数据之后 我这才从里面走了出来 池田小姐告诉我 一般这种定制的人妻椅 最少需要三个工作日的 但是我老公刘浩因为提前预约了 而且愿意支付更多的酬劳 所以他们尽量在48小时之内 帮我完成这样的一把定制人妻椅 秦小姐 您老公要求配置的特殊按摩功能 我们也会特意为您配置好的 在我即将走出大门的时候 池田小姐微笑着悄悄凑了过来 特意给我说了这事 我听到后 竟然有些脸红了起来 但是内心却有些期待了起来 第二天是周一 老公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我独自在酒店休息了一天 晚上七点的时候 老公忙完工作后立即高兴地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里头说那把定制的人妻椅 人家加班加点刚刚已经做好了 现在就带着我过去体验一把 看看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参数 到了酒店外面 老公已经在一辆出租车前面等着我了 不过车子出发之后 我却发现车子慢慢地远离了市区 不像是前往昨晚那家科技公司 老公则笑着说 我们现在去的是那家公司的生产基地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车子来到了一家大型工厂里面 外面看起来比较普通 但是进入之后 却发现整个大厅布置得非常奢华 感觉就像到了会所一样 秦小姐 刘先生 请这边跟我来 进入大厅之后 我发现接待我们的依旧是昨天接待我们的那位美女池田小姐 只不过 她今天穿着性感的短裙 昨天则是穿着一身小西装 她微笑着带着我们穿过了大厅 然后经过一段神秘的走廊 最后我们才进入了一间 看起来比较神秘浪漫的房间 整个房间里面布置得比较温馨 灯光也比较柔和 进去之后 就会让人感觉到全身一阵轻松 秦小姐 您定制的椅子已经坐好了 您现在坐上去试试 看看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其他参数 美女导购员说完了之后 然后走到了房间的中间 将一块盖在椅子上面的红布给掀开了 当我看到这把按照我全身数据定制的椅子的那一刻 我感到十分的震撼 也特别感叹科技的强大 秦小姐 您现在可以坐上去试试 这里有个遥控器 我们特意给您配备了中文说明书 您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石田小姐说完了之后 直接将这个配备了中文说明书的遥控器 递到了我的手里 老公看到我一脸惊喜的样子 也显得十分的开心了起来 见到我有些害羞 不敢坐上去体验 老公刘浩笑着说 老婆 你先试试 我去外面随便转转 很快 老公刘浩便率先走出了房间 随后 美女导购员也为了避免尴尬 笑着说她站在门外等我 有任何需求随时护她 见状 我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就特意坐了上去 我发现这把椅子的高度 各种比例完全就是按照我的身材比例来设计的 真的太贴心了 当我坐上去之后 我发现下面的轮子也可以活动 也就是说 我可以坐着这把椅子来做家务了 那样也不会累 重要的是 她还会按摩 帮我缓解身体的疲劳 我只是简单尝试了三十秒钟之后 就感觉全身特别的轻松和舒服 仿佛浑身所有的疲劳感 真的一瞬间就消除了 啊 突然 因为我把模式调整了 变量加大了 一不小心 我没有坐稳 直接从椅子上面掉了下来 听到我的叫声 美女导购员立即从门外冲了进来 连忙将我从地上搀扶了起来 很快 老公也走了进来 看到我瞬间就满头大汗了 但是表情轻松 老公明显也笑了 老婆 怎么样 你没事吧 这把椅子坐上去 是不是会让你感觉特别轻松 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老公将我搀扶到旁边休息了一下 然后池田小姐特意给我们端来了两杯茶水 老公还特意将我额头上面的汗珠给擦掉了 喝了杯水休息了一会之后 老公突然笑着说 老婆 你刚刚应该还没有记性吧 想不想尝试更好玩的 啥 听到老公这么一说 我眼神扑朔迷离了起来 老婆 除了人妻椅 他们这里还有更高级的人妻沙发 要不试试 老公说完了之后 直接对着旁边的这位美女导购员 使了一个眼神 随即 美女导购员便用手在墙壁上面 按了一下 瞬间 旁边一扇神秘的大门便直接打开了 秦小姐 请往里面请 我心跳得很快 有些期待 但是又有些担心 随即我跟着池田小姐走了进去 只看见这个房间的灯光 比之前房间的灯光显得昏暗了不少 而且色调更暧昧 秦小姐 看到面前的沙发了吗 你可以坐上去试试 池田小姐笑着示意我坐上去试试 随即 她跟我做了一个白白离开的手势 她便主动退了出去 从远处望去 这张沙发跟普通沙发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不同 我怀着好奇的心坐了上去 一开始坐上去 感觉软软的 跟正常沙发不太一样 起初 我以为是他们所选用的沙发材质 可能就是模拟的人体硅胶材质 我坐上去了一会之后 并没有看到遥控器之类的东西 我以为旁边有控制按钮 就在我伸手四处寻找按钮的时候 结果摸到了一个人手一样的物体 因为太过逼真 我当即吓了一大跳 连忙从沙发上面跳了起来 不过瞬间 我就听见下面传来了一阵哄笑声 紧接着 原本盖在沙发上面的那块布 直接被人掀了起来 我这才发现 这张所谓的沙发 居然是由五六个壮汉 蜷缩在一起组成的 此刻 他们笑着站了起来 每个人都光着膀子 看那眼神 仿佛就想要把我吃掉 我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 此时我想要逃跑 冲到了门边 却发现大门好像被锁死了 我用力拉了几下 发现门根本打不开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看到大门打不开 我立即回头 有些害怕地看着他们 你不是 想要体验一下人气沙发吗 现在我们就让你试试 其中一个壮汉黑黑一笑 一边解着皮带 一边就朝着我坏笑着走了过来 不 不要 我不要体验 我不要体验 我直接吓哭了 一边退着 一边用力地拍打着房门 示意外面的人赶紧打开房面 赶紧把我放出去 虽然我是一个欲望比较强烈的女人 但是我绝对是一个保守的女人 更是一个矜持的女人 我有着我的底线和原则 老公 快开门 石亭小姐 快开门 快开门啊 我一边哭泣 一边大声地叫喊着 同时用手不停大力地拍打着门 期间我试图用力直接将大门拉开 但是我不知道是大门被紧递了起来 还是被关得紧紧的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拉开 眼看着刚刚那个壮汉即将追了上来 我直接吓哭了 眼泪都掉了下来 不过 我还是拼命地拉着扇门 眼看着这个壮汉已经靠近了我 就在他准备伸手抓住我的时候 我猛地用力一拉 没有想到 这一刻 门竟然直接被我拉开了 此时我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从这扇门冲了出去 然后飞速地奔跑了起来 尽管我从这扇门出来的时候 感觉外面的场景跟之前进去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现场变成了一条长长的走廊 而且走廊上面灯光昏暗 但是此时我却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沿着这条走廊拼命地往前面跑着 此时我只是想尽管地离开这间神秘的房间 或者直接跑到工厂基地外面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但是我潜意识是 跑到外面之后或许我就真的安全了 哦 在那里 我跑了一会之后 很快身后就传来了一阵声音 紧接着就听见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很明显是刚刚那些壮汉也从里面冲了出来 想到刚刚那些壮汉想要将我吃掉的眼神 此刻的我吓得本能地跑得更快了 但是跑了几步 突然我的高跟鞋也是直接跑断了鞋跟 整个人一个踉跄也是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随即我的右脚传来了一阵疼痛感 很明显我的右脚 因为高跟鞋鞋跟断了 所以刚刚摔倒的一瞬间 把脚给崴了一下 见状 我顾不了崴脚的疼痛 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双手提起了鞋子 继续朝着前面一路狂奔了过去 快追 就在那里 就在我起身跑了两步之后 突然 身后听到一个壮汉 用不太流利的中文 在那里喊道 同时 我再次听见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猛地传了过来 我吓得连忙光着脚丫 就继续朝着黑乎乎的走廊 一路狂奔 很快 我就看见了 前面似乎有个电梯 而且电梯上面的数字灯都是亮着的 看样子 电梯处于运行状态 随着后面脚步声越来越急促 此时的我显然已经完全慌了神 想要快速逃离这里 成了我唯一的动力 我跑过来之后 连忙按开了电梯门 然后急忙冲了进去 啊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我一脚踏进电梯叫响 没有想到 里面居然是空的 我整个人一个踉枪 直接摔了下去 一瞬间 我整个人完全吓坏了 直接大声尖叫了出来 此时此刻 我脑袋一片空白 我以为这次是电梯出现了严重的故障 而我 即将会跌落到最下面 被摔得粉身碎骨 这一刹那 我吓得直接闭上了眼睛 任凭整个人跌落了下去 本来以为我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我甚至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在我的身体自由落体了一会之后 突然我整个人好像跌落到了一个类似于滑道一样的地方 只不过这个滑道是封闭式的 我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但是我掉进去之后 整个人就顺着滑道不停地向下面滑了下去 大概是这个滑道位置比较高 最后我沿着滑道向下滑落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起来 我一度也在好奇和疑惑 我究竟是掉进了什么东西里面 不过我整个人随着向下滑落的速度越来越快 我也开始越来越恐惧了起来 甚至都忍不住发出了尖叫 因为我感觉整个人有种跳楼的感觉 哭呲 猛的 我整个人沿着这个滑道 直接冲到了一个类似于游泳池里面的池子 里面装满了水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便有水直接冲进了我的鼻子和口腔 一瞬间 我整个人吓得更加猛了 恐惧一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我今天会淹死在这里 因为我是一个汗鸭子 从来不会游泳 也害怕游泳 所以即便让我待在儿童游泳池里面 我都有可能被活活淹死 枪水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直接猛了 想要挣扎 却发现根本站不起来 而我此时的感觉就像整个人直接沉入了大海的深处 快速地跌落了下去 嘶嘶 嘶嘶 快醒醒 你没事吧 迷迷糊糊之中 好像听见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 我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一眼 看见了老公刘浩围在了我的身旁 而之前的那个美女导购员池田小姐也围在了我的身旁 我的眼角余光 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医护人员围在了我的身旁 不远处就停着一辆救护车 吐嘶 我感觉想要呕吐 随即一大口水直接从我的嘴里面吐了出来 快快快去医院 看到我吐出了一大口口水 现场的医护人员便立即过来帮我处理 虽然我被救了过来 但是此刻 我感觉整个人还是迷迷糊糊的 等我完全苏醒过来 慢慢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发现我是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面 但是此刻 我却看见老公刘浩 跟几个穿着西装制服的人员 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面交流什么 而且之前的那个美女导购员池田小姐也在一起 刘先生 庆幸你的妻子秦小姐现在没有大爱了 这些是你们夫妻参加这个节目剩下的报酬 你可以拿着这张支票去任意一家银行兑换相应的报酬 听到这话 我当即震惊地无与伦比 但是为了不让老公刘浩知道 思思 你终于没事了 之前真的吓死我了 老公刘浩看见我彻底苏醒了过来 脸上明显露出了一副轻松的表情 像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老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会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 还有那个什么沙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突然掉进了泳池里面 你明明知道 我是不会游泳的呀 刘浩听到我这样质问 表情顿时也是 有些尴尬了起来 显得很无辜地说道 思思 这个只是意外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意外 你明知道我不会游泳 你还报名参加什么活动 说说吧 他们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你才愿意这么做的 见到刘浩此刻 依旧没有任何自责的意思 我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了 因为此时我心里非常生气 也很难过 我不允许刘浩为了所谓的活动报酬 居然不顾我的个人安危 如果我今天发生了意外 直接淹死在了那个游泳池里面 怎么办 又或者说 如果在那间特殊的房间 我被那几个壮汉给抓住凌辱了 我该怎么办 又或者说 如果我自己忍受不了孤独 主动跟他们发生了暧昧 以后我怎么做人 总之一句话 我无论做什么 都会被老公和这个节目的人看到 无论哪种情况 最终丢脸的人都是我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老公不提前跟我说 当我联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的眼眶再次红润了起来 心里非常的难受 也非常的心疼 思思 这个没多少钱 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所以不允许提前透露给你的 否则我就违约了 需要赔偿好多钱 刘浩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我生气的主因是什么 那到底给了多少钱 我依旧显得很平淡地问道 二十万 二十万人民帝 老公刘浩 见到我冰冷地质问起来 此刻 他也是有些尴尬 但是又不好意思地说了出来 为了二十万 刘浩不顾我的个人安危 甚至不顾我的生命 帮我报名参加了一个 这样的综艺整股节目 而我差点因此 失去了生命 跟刘浩争吵了几句之后 刘浩大概也是自知理亏 然后就出去了 而我躺在病床上面 一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 第二天天刚亮 刘浩也一直不见踪影 而我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了 所以我决定提前回国 因为刘浩这次真的伤到了我的心 没有想到病房外面 居然还有人似乎在监视我 不过我稍稍耍了一个心眼 就从医院病房里面溜了出来 我直接改签了自己的机票 准备中午直接回国 原本计划之中 刘浩就因为出差 是计划中午才回国的 所以我只是提前一个人回国 到了入住的酒店 依旧没有发现刘浩的影子 我也懒得给他打电话 我进去之后 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 就准备独自去机场 然后回国 就在我收拾好所有行李 准备出门的时候 突然酒店的门铃响了起来 起初 我以为是刘浩回到酒店 过来找我了 但是当我生气地打开门 却发现门外 站着一名穿着工装的男子 身上背着包 看起来像是日本的快递员 一开始 他用日语跟我打着招呼 但是我日语不太好 他也似乎明白了 随后他笑着说 你好 这个是刘先生的宝单 请问刘先生在吗 听到这话 我愣了一下 随即便说道 刘先生是我老公 但是他现在不在酒店 你直接给我吧 快递员礼貌地点了点头 然后示意我在上面签个字签收一下 签完字之后 他便直接将那份宝单 双手递到了我的手上 当我将这份宝单打开 瞬间 我整个人直接石化在了原地 这是一份人生意外保险宝单 宝单价值一个亿日元 人民币差不多就是接近五百万 而宝单的受益者 是我老公刘浩 对宝人 居然就是我 而这份宝单购买的时间 是在上周五购买的 仅仅过去了几天时间 但是为什么老公要突然给我买一份 人生意外保险的宝单 而且宝单价值 居然相当于五百万人民币 瞬间 当我联想到昨天晚上 因为老公特意给我报名参加了这个整股节目 差点害我被淹死 我顿时后背一阵凉凉 想到这里 我便直接拉着自己的行李箱 迅速地朝着酒店外面飞奔地赶了出去 我越来越觉得老公刘浩 就是一个疯子 等我到了酒店楼下 原本我是打算直接来一辆出租车赶去机场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却意外地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就是售卖那个人其意的池田小姐 此时 池田小姐正在和其他的几个美女在交谈什么 旁边还有摄影机 看样子是在采访什么 看到池田小姐差不多忙完了之后 我这才慢慢地走了过去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池田小姐 原本一脸笑容的池田小姐看到我之后 表情一下变得严肃了起来 很明显 她对于我的出现感到了相当大的意外 或许她没有想到 此时我会出现在这里吧 池田小姐看到我之后 立马跟其他人打了个招呼 然后赶紧朝着我走了过来 立即很关心地说道 秦小姐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真的很抱歉 但是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 应该回到医院才行 这是什么 你们那个什么整股节目 是不是真的会死人 我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里的保单 直接递到了池田小姐的面前 池田小姐看到我手里的这份人生意外保险 顿时也是尴尬地笑了一下 随即说道 不好意思 秦小姐 我们这个节目确实是有一些危险 但是你这份保单 是属于刘先生单独购买的 我 我准备报警了 你们为了制作节目效果 差点害死我了 知道吗 这个时候 我特意拿出了手机 然后继续补充道 其实我也是一名博主 我的账号可是有上百万粉丝 如果你们不愿意 我把你们曝光出来 我希望你能够说出实话 要不然 我现在就曝光你们 说完之后 我直接将我账号的粉丝 打开给池田小姐看了 不过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个账号是公司的账号 并不是我私人的 池田小姐听我这么一说 想必也是有些慌了 她便直接告诉了我其中的实情 听完之后 我早已经崩溃的眼泪 大颗大颗的滴落了下来 此时 我特意戴了一顶鸭舌帽和口罩 然后按照池田小姐所说的 来到了一家殡仪馆的门口 但是因为我没有相关手续 所以我暂时不能进去 但是当我在外面 等了大半个小时之后 果真 很快我就看见了 刘浩从里面走了出来 胸口居然带着一束小白花 等到刘浩离开了殡仪馆之后 我便直接朝着殡仪馆里面冲了进去 一开始 他们的工作人员 根本就不让我进去 但是我说 我是刘浩的朋友 里面的那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在我死缠乱打之下 他们终于答应让我进去看一眼 进去之后 里面有一具女性尸体 正准备火化 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秦桥桥 我只是看了一眼一照 顿时想起 我某个时候 好像在刘浩的手机里面看到过 只是这个时候 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 从里面出来之后 我直接坐了出租车 来到了机场 在我即将登机的时候 刘浩终于是给我拨打了电话 问我怎么不在医院 我装作一切很淡定地回了他一句 说公司客户那边突然有重要单子要谈 老板要我赶紧回去 所以不得不临时改签先回去了 老公见我说得很真诚 显然没有丝毫的怀疑 只是叮嘱我多多注意身体 但是在电话挂断的那一刻 我哭得很难过 哭得很伤心 回到国内 我都没有任何心思去上班 颓废了两天 刘浩似乎并没有回来的打算 而且我去了他们公司了解到 刘浩居然已经在一个月前 就提交了辞职书 而上周五就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 听到这个震惊的消息 我显然坐不住了 整个人直接病了 感觉心脏病都发了 直接住进了医院 随即 医院急救那边立即给刘浩拨通了电话 说我随时有生命危险 让刘浩立即回来处理 否则我可能真的抢救不过来了 当天下午 老公就直接乘坐航班回来了 当他带着简易行李箱冲到了病房 看到我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 整个人表情明显有些变了 思思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应该很失望吧 看见刘浩假装关心我 我直接开门见山道 思思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希望你有事啊 刘浩的眼神里面顿时掠过了一阵惊慌 但是表面依旧装作很镇定的样子 见状 我也不废话了 直接将床头边的那份宝单 扔到了刘浩的面前 然后怒道 我没有死你 当然不开心了 因为我价值五百万了 如果我死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获得五百万 当刘浩看见这份宝单的时候 整个人顿时眼睛睁得大大的 完全不敢相信 思思 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刘浩见状 还想狡辩 你还想狡辩 那个秦桥桥是你的前女友吧 你是因为她 才娶了我的吧 就是因为我的心脏跟她的匹配 所以你选择跟我结婚 目的就是为了 在我淹死的一瞬间 把我的心脏 换给你的白月光秦桥桥吧 只可惜 她早走了一步 要不然当天我就会死在那家私人医院里面吧 当我把这句话说完 刘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但是此刻 她的眼神里面更多是震惊和愤怒 以及无穷无尽的伤感 毕竟 她的白月光已经死掉了 刘浩先生 你现在涉嫌骗保 故意杀人罪 我们现在依法拘捕你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等候多时的几名警察 立即冲了进来 因为我回国的这两天 早已经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包括所有的证据 全部提交给了警方 但是刘浩迟迟不肯回国 所以我特意设计了这么一出 因为刘浩真的以为我会死掉 那样 她就会获得500万的人身意外保险的赔偿金 秦思思 我现在就想杀了你 要是你早些答应陪我去日本 秦桥桥她就不会死 不会死 此刻的刘浩 完全已经疯了 心红着双眼 想要过来 直接弄死我 不过很快 身旁的几名警察 直接就将她给狠狠地按住了 随后一双银手镯 直接戴在了她的手上 刘浩被警方抓了之后 我整个人早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我从来没有想过 刘浩娶我 只是为了骗娶我的信任 为的就是把我的心脏 换给她的白月光秦桥桥 而当晚那个整骨节目 按照刘浩的设想 是想直接淹死我的 然后在我淹死的一瞬间 直接将我的带到手术室 把我的心脏 换给她的白月光秦桥桥 只不过命中注定的是 秦桥桥在那个整骨节目开始之后 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她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医生们看到秦桥桥已经走了 所以索性就将我给救活了 因为那样弄死我 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处 也担心面临刑事责任 所以秦桥桥走了之后 刘浩整个人直接崩溃了 当天故意跟我大吵一架 然后就去了殡仪馆 只是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居然意外看到了 那份意外人身保险的保单 而且也没有想到 我居然碰见了那个池田小姐 在我的威逼之下 池田小姐告诉了我一切 但是我却悄悄装作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悄悄地回国了 这件事情之后 刘浩因为谋杀罪名 以及骗保罪名成立 被判了十几年 而我也和刘浩强制离婚了 手续办完之后 我并没有去监狱 看望过刘浩一眼 因为我知道 她的心里面 只装着她的白月光琴巧巧 而我 只不过是她人生的一个过客 后面 我也直接换了一个城市生活 因为我想活出 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本故事到此结束 看完有何感想 欢迎打在评论区 最后别忘了订阅微妮哦 感谢您的观看